欢迎回到新现场,现在国境酝酿解封的讯息不断的蔓延开来,几年没有出国,这护照过期的人纷纷要开始换照了,外交部领事事务局发布了一个重大的变革,现在护照在网络上就能申办,尤其不少人前往半照的时候,光是照片不合规定或者是填表错误等等,来来回回花了不少时间,现在不用了,透过网络就等于进行初审的动作,而且这过见率相当高。 拿起胶水,粘贴相片,办理护照就好像是要做老做客一样,剪剪贴贴,一个步骤都不能少,好不容易手工完成了,后续还有步骤要走完,这是办过护照的人都有过的经验,但现在外交部领事事务局有了重大变革。 通常呢,办护照如果照片不合格的话,要到一楼来,再来重新的拍照,但是这样还没有结束哦,你文件填好了之后呢,还要先来预审一下,才能够正式的确定你能不能拿到护照。 那么现在开放网络了之后呢,这些时间都能够省下来,除了纸本,现在在家里头,透过网络填表的方式,就可以上传数位照片,以及预约申办时间,减少零贵补件的机会。 照片不合格,是补件的最大宗,经常办理护照业务的旅行社,则受惠良多。 上传资料会,就是key in的部分,会比之前手写会比较快点,比较简便。 上传照片的话,只要,之前我们手写要附两张嘛,现在只要上传一张上去,就可以了。 数位照片呢,你上传之后,它系统马上帮你检查,你这种大啊,小啊,人头啊,是不是符合规格。 那你就不用人到这边,然后你又跑回去,然后你又现在,你又不用洗照片,不用冲印照片。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部分。 影视事务局表示,去年每个月大概有两万本的护照量要处理,但是从今年的三月份开始就有成长趋势,这也带出了国人想出国的意愿越来越高。 尤其许多人的护照都已经过期了,预估后续会有更多人来办理,而现在多了一种数位办理方式,将能够大大的提高效率。 人间卫视张宇辰,正人宗,台北采访报道。